他們加入了這個地下黨派 他們都加入了這個銅鑼支部的這個地下黨派 所以就後來就是被國民政府追殺 那其實就是黃楓開先生他是在民國39年的時候 他的這個共產黨的一個那個支部的那個 算是可能小型領袖的一個身份曝光之後 國民政府其實是就是開始就是有在統計他的 但是因為就是他 他算是也不能說他有經驗 可能就是他可能他的整個的就是 除了他可能家境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就是受到很高水準的教育 其實基本上他的一些思想是還蠻靈活的 所以他其實就是會針對一些就是可能當地他們家鄉的地形 然後有去做特別的策劃 所以他其實逃亡逃亡了兩年都沒有被就是一直 情勢單位都在追捕他 但是都一直沒有辦法就是把他追到 然後後來是就是因為就是一些因故才把他就是拐騙出來 然後就是逮捕歸案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後來就是被 我看39年他開始逃亡 41年的2月2、3月左右被抓到 半年之後他就被宣判死刑 那他宣判死刑的那天剛好是就是8月8號88節 對然後就在麻長亭就是結束他27歲的就是生命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徐慶蘭先生他也是就是加入同一個的組織 然後但是這個徐先生的資料相對來講是比較少的 不過剛剛就是李老師有提到就是一個那個曾梅蘭先生 他其實就是這個徐慶蘭先生的包弟 然後他當初就是也是有有受到一些就是相關的就是可能影響或什麼之類 不過這個部分因為就是能夠查到資料其實並不多 所以可能如果說有關於就是徐慶蘭老師 徐慶蘭先生還有就是他的包弟鄭梅蘭先生的部分 可能就要請李老師就是在額外補充這樣子 對 好